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市离食堂有一段路 我们需要爬楼梯 差不多两分钟就可以到了 这相当于是我们锻炼的机会 我们到食堂啦 食堂很棒 座位也很多 食堂一共有三层楼 第一还有第二层楼都是免费用餐 只有三楼是支付的 我们这里都是刷卡支付 一楼二楼有好几个打菜窗口 每一个窗口的菜都是不一样的 住在公司里面的员工 都可以享有免费的每月三餐 还有免费的宵夜 这是我今天的午餐 如果你是吃素的 那么你放心 公司也有提供素食 走 我们去三楼 在三楼我们可以看到food court 想在这儿吃东西的 需要在系统上提前预定 好吃的有很多 任意选择 环境也很舒适 适合员工聚餐 在三楼还有火锅城 里面的装饰还是很精致的 除了吃的 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免费唱歌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唱歌 那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运动 这里也有你的地方 室外羽毛球场 喜欢打羽毛球的 下班了可以在这里跟朋友一起打 喜欢打篮球的 走个球队晚上一起打 篮球场有了 足球场也有哦 足球场也是世外的 现在我下班了 正要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 在公司附近有很多饭店 如果不想出去也可以用手机点外卖 我们正要去的 我们正要去的饭店 离公司很近 大概走路两到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我们要走出公司远区的范围了 为了我的自身安全 我就不在马路上拍视频了 现在我们到了附近的饭店 我们点了好多菜 下班后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个餐 那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在这里工作 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我们不会觉得孤单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不要忘记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